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定住了 不动了 孙悟空竟然去摘桃去了 猴就是猴啊 要是换你呢 我得拿个篮子 如果说起这个很傻很天真 我觉得楚汉时期的鱼姬 就是一位很傻很天真的典型代表 作为楚霸王项羽的艾姬 她舞姿美艳 才艺病重 容貌更是这个陈于落雁 碧月羞花 可以说是360度无视角的倾果倾城 可就是这样一位女神 本可以渡过乌江 继续用女神的光环照耀这个江东的屌丝 并且找到一位高富帅 重新开始幸福美好的生活 但是她却不忍离开自己 无颜见江东富老的男人 最后在乌江边自吻了 真的是前生的五百次回眸才换来今生的生死相守 可是这么美丽的姑娘就这么走了 实在是可惜啊 你说要是这么好的姑娘给我们 对吧 陪我们一起学习 一起进步 一起看马赛克 一起在田野上奔跑 该是多么美好的事情 只能说我们这个鱼姬 真的是很傻很天真啊 那说到这个很傻很天真 教授我想起一句话 就是每一个矜持淡定的现在 都有一个很傻很天真的曾经 但是我环顾四周 却发现我们身边的很多银河士 XXX不足傻XXX 对不起 是淡定不足傻貌有余 比如说我们这个新的交规出台不久 引发了这个网友和开车的朋友们的激烈讨论 当然这个屌丝除外啊 因为吊丝就算有车顶多也就是自行车了 对吧 那路上呢 涉黄的事情也是在不断的发生 除了涉黄之外 这个新的交规啊 还严重影响了夫妻的感情生活 可以说是继小三之后 又一大影响夫妻感情的力气 走 走 干嘛去了 为什么不回家啊 老婆你要相信我 我昨天是蹬 蹬蹬蹬蹬啊 蹬蹬 你腿啊你 哎呦 你相信我 昨晚开车过一路口 那黄灯一直在闪 闪到六点才过呀 你是不是缺心眼啊 你是不是缺心眼啊 不知道给家里打一电话呀 哎呦老婆现在开车打电话 要扣三分哟 你这衣服怎么回事啊 啊 哎呦我这更倒霉了 那黄灯 后面俩车给追了 俩哥们打起了 我去拉架 你看这衣服就被打成这样了 真的是 我跟你说你这德行 你这嘚嘚嘚嘚这样 我才信你才怪了呢 我是真的冷呀 昨天下雪 我没敢睡 一直在闪那个车牌呢 现在这个车牌扣十二分 二修 那上面的哥们真的是很傻很天真啊 如果是换成像我这样的男人呢 那绝对不会是为了十二分 让老婆独守空房的嘛 对不对 那好在我们交管局采纳的 广大群众的意见和建议 闯黄灯以这个教育为主 斩不处罚 相信这种影响夫妻感情的事情 今后就不会发生啦 那说到这些坑爹的规定呢 我放眼世界还是有很多的 不单单是只有五国才有 比如说瑞士 他们为了防止噪音啊 规定 男人凌晨三点之后 不准站着小便 只能坐着 以免吵醒民主 你说这个瑞士男人小便的声音 得有多大呀 难道这些传说中的瑞士好声音吗 啊 类似的规定还有美国啊 美国的这个联邦规定 每周四晚六点之后不能放进 啊 这个规定实在是有点没道的 但是放归放 有时候天干入照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火运啊 那说完了这个很傻很天真的规定啊 我发现还有很多这个很傻很天真的女人 比如说这个作品明阳海内外的著名摄影家陈冠希老师 就捧红了博姿跟阿娇两位女性 虽然现在陈老师的作品呢 已经很少出现了 但是他们却永远的留在了吊丝们的硬盘里 是吧 还有这个发现肉灵制这位记者 你不知道是我们太邪恶呢 还是他太单纯 我想说世界这么乱 你双唇给谁看 当然 除了上面这些呢 还有一个女演员 教授我不得不说 虽然我对女演员一直保持着一种尊敬 但是不免还是存在这种逆向 他转转了数个酒店 最后得到了传说中的名牌包包 却发现这是假的 并且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见证了一把传说中的用真操换假操 真的是很傻很天真啊 小孙啊 这龙子罗拉是谁啊 怎么现在都在求她的种子啊 龙子罗拉呀 龙子罗拉呀 它是一种花 男人都喜欢她 花啊 我这辈子只喜欢两种 哦 一种是有钱花 一种是随便花 嗨 那人呢 人 你喜欢哪种啊 人呢 我也只喜欢两种 一种是制片人 一种是投资人 那上面的这些女人呢 傻的实在是让我把这个真操 而不把节操都调了一地 不过你们这些可以千里之外 取人真操的同学们请注意了 不要窃喜啊 傻的不仅仅是女人 有时候男人呢也很傻 二战中的意大利军队的表演 就是很傻很天真的典型代表 二战中 意大利人以为敌军晚上会自然睡觉 白天打仗 于是他们的军队呢 就保持正常作息 结果晚上被敌军是一锅端 一个四川全部被俘虏 还有一个连的意大利军队呢 在离这个补给站十公里的战场上 肚子饿了 然后干嘛呢 就全军停下来煮意大利面吃 啊 然后全军就被敌人就轻松俘虏了 然后除了上面这些之外啊 意大利人还有一个习惯 就是他们的飞机只要能够安全着陆 上面的乘客就会鼓掌清楚 命大牙终于能够安全着陆了 我实在是不忍心再说下去了 因为我实在是为我的女神 莫妮卡贝鲁吉感到伤心 上帝给了意大利神一样的女人 却给了他们猪一样的男人 如果呢 我们要拍一部名叫二战的电影的话 其他国家可以主要负责赞 而意大利人就负责二 我这辈子呢 总是在希望的天然上奔跑 却偶尔总是被失望绊倒 那说到这个绊倒啊 我发现近来很多人都被微博绊倒 犯了很傻很天真的错误 比如这个王裸丹老师 前不久就发了这么一条微博 说到总觉得这样才算真的爱过 那图片中的她的膝盖微微的红肿 嘴头一出 吊石们唇的一下 亮着獠牙就窜了出来 纷纷前来响应 发起了一场一张图 证明你真的爱过的主题活动 大丹姐我要用一张图片向你证明我爱过 来你看 哎呦这可不行 这哪算爱过呀 这顶多算自爱 那那你觉得这张算不算呀 这张也不行不行不行 这个太不爱惜身体了 那那这张总可以了吧 这张太凶猛了 我不提倡这个 我还有一张 你看这张对不对啊 对了对了对了 就是这张跟起爱的一样 如果这都不算爱 教授我宁肯去卖白菜 这个爱是世间有恒的旋律 但是也分很多种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五二个书友鹏先生呢 也曾经在微博上表露过自己的爱 只不过是爱的有点弯 它不够直 是吧 除了这么多微博上很傻很天真的爱的故事 我只想怀着心中满满的爱 来提醒微博用户 有多少爱可以从来我不清楚 有多少爱不能胡来 我很确定 好了 看到这么多很傻很天真的人和事之后呢 我希望我们的网友都可以从中吸取教训 好好努力 擦亮自己的狗友 在逆袭的道路上大不曾经 最后祝大家都可以做很帅很霸气的角色 骗很傻很天真的姑娘 好吧 我们下一期的楚汉教授说再见吧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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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